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如心同行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有最新影片和資訊的時候 即時就會收到的了 謝謝 這一集我們又回到大澳 和哈哥 聊聊聊 因為過去那幾集 我們見了 鹹蛋黃的製作 蝦乾 蝦糕 蝦醬 鹹魚 大家有沒有留意 這幾集裡面 除了我們有一些很古老的行業 的製作之外 我們有兩個年青人 一個是阿欣 一個是哈哥 為什麼這兩個年青人 肯回來傳承一些傳統的行業 其實我自己都很想知道 我自己作為大澳人 以往的人口 由幾十年前到現在 一直減少 見到一些年青人回來 我是相當高興的 哈哥 韓爺 你好 你好 我想知道 你其實畢業的時候 曾經在香港打過工 是 沒錯 做過廚房 但是就不喜歡 比較死板 我聽說是十二年前 是嗎 是呀 十二三年前 十二三年前 什麼驅使你 由一個這麼璀璨的城市生活 回來一個這麼農村的地方 是愛 還有責任 兩樣都是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那時候 家裡缺人手 所以就回來幫忙 而且這也是家裡的生意 不想看到他沒落 所以就回來幫忙 愛疼爸爸 愛疼媽媽 也愛疼自己家裡的家族生意 是嗎 很難得 現在經過十二三年之後 你是不是其實已經做出了一個興趣 對這件事是有加深了了解 知道他怎樣去製作 去運作 當然我知道中間還有一個支持點 你在這個過程裡就認識到你太太 是呀 他在這裏上班 找到工作 經過我門口 只是一條路 用了漁網 網他回來 用我們大澳傳統的工具 就網了他回來 除了成家立業之外 將會開支散業 所以恭喜阿Roy 恭喜你阿Roy 謝謝 我又用回英文名 又用回新英文名 阿Roy和哈哥 好 多謝你 其實拍了這幾集之後 和剛才和哈哥談完傳承之後 我都有些感觸 在這十幾年裡 我都有份參與 協助政府做大澳的活化計劃 現在是硬件不停地做 當然做得好不好 就由民眾去定論 但是有硬件也好 就視乎我們的軟件也好欠缺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 50年前 大澳有差不多三萬人居住 居水馬龍 生意是很容易做得起的 自從漁業色微之後 我的年輕人 因為在這裏不夠工作 就出去了城市 而留在大澳的 只有一些年長的家長 在幾年前的人口普查裏面 大澳只有2600多人 而這2600多人裏面 大部分都是65歲以上 所以我看到阿欣和哈哥 回來接傳統的家族生意 我真的很高興 但是當然 只是家族生意 土產 可以不可以呢 不可以的 我相信大澳 還要有很多不同的工種 能夠給我們的年輕人回來做 又或者 大澳出去市區交通 能夠可以便利一些 他們能夠在這裏住 照顧老人家 又或者在這裏住的時候 也可以在外面上班 但是當然現在這個交通系統的話 要花五個小時來回的話 我想沒什麽人可以在這裏住 然後出去上班 所以全城是一件事 大澳活化究竟怎麽樣做得好呢 其實都需要政府 我們自己民間 我們所有其他人 如果關注大澳的 都要一起幫忙 我相信才可以成功 這集先說到這裏 多謝各位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請大家訂閱這個頻道 讚好 留言 分享開去 謝謝